民族情怀两岸脉动 全球的华人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0月27号 农历新丑年9月22 欢迎大家收看两岸头条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发言人回应中国台湾网 关于是否立法承办台独提问时指出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台独顽固分子吴钊蟹 在谋独犯罪路上越走越远 国台办表示 民进党灌输台独使官祸及子孙 反台独是国共两党共同政治基础 民进党当局借美台军事勾连扩充军力 国台办提四点驳斥 拿台湾民众血汗前吹哨壮胆 俄罗斯总统普京称 大陆无需动武就可实践统一 国台办回应 统一事业得到国际支持 美国务卿公开支持 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 中方回应 妄想入联谋独绝无可能 美国绝不会得逞 朝鲜批评美国鼓吹台独 宣布支持中国统一立场 中方回应 中朝捍卫两国共同利益 本网发表两岸快评 指向台独的利剑即将出鞘 算总账的日子不远了 清律民调称 岛内四大公投 渴望全数过关 蔡英文面临重大政治冲击 或提前颇角 台媒称朱立伦版中国国民党政纲 将删除马银九提出的 不讨不读不武文字 设中国国民党党产案一审 被判无罪 马银九呼吁台湾人民看清民进党 利用司法搞政治追杀 今天的两岸同条节目 重点关注上午举行的 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 被归类为台独顽固分子的吴钊燮 近日参访东欧国家大肆兜售台独主张 散布台独言论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发布会上对此指出 吴钊燮之流的台独行径 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铁的事实 对于有关部门 是否最近或将就承办台独分裂势力 进行专门立法 马晓光强调 法网恢恢 疏而不漏 坚决打击台独顽固分子 是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的应有之意 更多详细内容 请看中国台湾网记者蒲燕吴小龙 从现场发挥的报道 吴钊燮是顽固台独分子 在谋独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马晓光指出 吴钊燮借各种名目 以各种形式 在国际上叫嚣台湾是主权国家 都受台独主张 不惜充当外部反华势力的棋子 不断进行谋独挑衅 吴钊燮直流的台独行径 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铁的事实 撼动不了一个中国的国际格局 正高民进党当局 统一是正道 台独是绝路 任何勾连外部势力 谋独巨统的行径 终遭清算 马晓光强调 我们敦坐有关国家 言行一致 以实际行动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慎重妥善处理台湾问题 不要为台独分裂势力提供舞台和便利 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此前有媒体报道 大陆有关方面正在研究制定台独顽固分子清单 精准打击岛内外台独势力 有舆论猜测 吴钊燮已被列入清单 在今天的记者会上 中国台湾网记者提问 据悉有关部门最近或将就承办台独分裂势力 进行专门立法可否予以证实 马小光回应指出 台独分裂是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 是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 坚决打击台独顽固分子 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应有之一 也是保障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应有举措 法网恢恢恢 疏而不漏 反是组织策划 实施分裂国家 破坏国家统一行为的台独顽固分子 包括那些操弄修宪谋独 和为谋独打开方便之门的挑头分子 必将遭到严惩 近期美台近来勾连动作不减 据台媒报道 拜登政府正在与民进党当局讨论提早交付F16V战机可能性 与此同时 台陆军还规划复编五个步兵旅 强化探案守卫能力 在今天记者会上 有记者就如何看待台军买战机或兵力 妄想长肌肉之心问题提问 马小光回应表示 美台近期加紧勾连挑衅的背后 包藏的是以台制华的祸心 打的是以美谋独的算盘 无论他们怎么勾连折腾都是徒劳的 马小光强调了四点 第一 当前台海和平稳定面临的最大威胁 使民进党当局与外部势力加紧勾连 不断进行台独挑衅 包括赤裸裸的贩卖两国论 这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升高台海局势风险的根源 第二 美国总想拿台湾问题做文章 找麻烦 不断挑战中国核心利益 是枉费心机 今天的中国不惧怕任何国家的打压 我们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共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特别是817公报规定 停止一切对台授武 第三 民党当局不惜债台高筑购买军火 只能吹哨 撞胆 长不了肌肉 更换不来台海和平稳定 他们拿台湾民众的血汗钱 天价去购买军火 这些赔本买卖的背后 那么谁获利 谁又中饱了私囊 又损害了谁的利益 我想大家一目了然 第四 马小光强调 我们绝不容忍台独 绝不允许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任何人不要低估 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安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 强大能力 如果民进党当局继续沉迷于 以美谋独 以武获统的梦幻中 胆敢铤而走险 必将遭致灭顶之灾 我们继续关注今日国台办 例行新闻发布会的重要内容 据台媒报道 有中国国民党党内人士 准备在中国国民党全代会上 提案成立反台独工作小组 该提案主张反对台独 是中国国民党应复习的历史责任 对此 发言人马晓光表示 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是国共两党交往的共同政治基础 也是两岸关系的共同政治基础 请看中国台湾网记者吴怡 吴小龙从现场发挥的报道 马晓光指出 当前台海形势复杂严峻 我们愿与国民党一道 坚持共同政治基础 坚守民族大义 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增进两岸同胞共同福祉 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此外 10月25号是台湾光复纪念日 马晓光表示 76年前 台湾回归祖国 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 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结果 应该为两岸同胞所铭记和纪念 针对民进党当局 近年一位去中国化歪曲历史 马晓光指出 一段时间以来 民进党当局大肆操嫩 去中国化 建计台独 宣扬灌输台独史冠 企图割裂台湾同胞 与中华民族的血肉联系 扭曲台湾民众 特别是台湾青年一代的国家和民族认同 流毒所及 祸及子孙 马晓光强调 纪念台湾光复 对于两岸同胞共同牢记历史 见网之来 弘扬伟大民族精神 共担民族大义 反对和遏制台独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发布会上 马晓光还对记者问及 台湾支持统一的爱国人士 朱高正先生逝世 如何评论朱高正先生 在两岸关系发展中的作用 做出回应 朱高正先生坚定反对台独 拥护国家统一 热心中华文化 积极开展两岸交流 我们对他的事实深表爱道 此外 另有记者提问称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表示 大陆无需动武 靠经济实力就可以实现统一的目标 针对两岸严峻态势 台湾民众也很担心 未来台湾问题会以什么方式解决 马晓光一群表示 中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 一定要实现 也一定能够实现 我们愿意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 争取和平统一前景 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 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 中华民族整体利益 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针对的是 外部势力干涉 和极少数台独 分裂分子及其活动 绝不是针对广大台湾同胞 那么中国维护国家主权 领土完整 推进祖国统一的正义事业 得到了包括 俄罗斯在内的 国际社会的广泛理解和支持 10月26号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 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系统 民进党当局表示感谢 国台办中国驻美使馆发言人 对此进行了严正驳斥 中方表示 涉台问题是严肃的政治问题 不是所谓价值观的问题 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 过去曾经 今后也可以对台湾同胞 参与国际活动 做出妥善安排 请看记者尹赛南的详细报道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在27号的国台办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美方一段时间以来编书各种说法 包括所谓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 甚至提到有意义参与联合国 严重违背联合国有关决议 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向台独势力发出严重错误的信号 我们了解台湾同胞 对参与国际活动的想法和感受 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 过去曾经 今后也可以做出妥善安排 但是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 以各种似是而非的谎言 欺骗岛内民众 误导国际舆论 妄图推动中国台湾地区 加入联合国 以参与国际活动谋独 这是绝无可能的 我们奉劝民进党当局 立即放弃 医美谋独 医外谋独的幻想 一切以破坏一个中国原则 分裂国家为目的的行径 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 此外 我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26号指出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不容美方单方面挑战和曲解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包括美国在内 全世界有180个国家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 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台湾地区参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活动 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 联大第2758号决议 已从政治上 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联合国系统 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秘书处 任何涉及台湾的事物 均应遵循一个中国原则和联大2758号决议 发言人强调 联合国是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政府兼国际组织 涉台问题是严肃的政治问题 不是所谓的价值观问题 美方以此为借口 为台湾说向是偷换概念 混淆视听 发言人表示 台湾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拒不承认九二共识 以仗美国主子的支持和怂恿 极力拓展所谓国际空间 在台独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这是对台海和平与稳定最大的现实威胁 也是造成台近年来参与国际民航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等多边机构活动 屡屡碰壁的政节所在 发言人指出 五十年前 美国企图在联合国制造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 但遭到惨败 今天美方公然在国际上为台独势力撑腰打气 企图挑战国际法和包括一个中国原则在内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这根本是徒劳的 也绝不会得逞 必须指出 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美方单方面炮制的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和对台六项保证 中方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 绝不接受 美方声明将所谓的与台湾关系法置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之前 更是荒谬至极 我们敦促美方认清现实 恪守承诺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遵守联大第2758号决议 立即停止与台官方往来 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错误言论 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台海和平稳定 此外 据朝中社报道 日前朝鲜外务省副相朴明浩日今表示 美国鼓吹台湾独立正在加剧军事紧张 可能加剧朝鲜半岛局势紧张 朝鲜支持中国统一立场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6号对朝方表态做了回应 赵立坚表示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 中方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反对任何国家干涉台湾问题 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作为敬邻和友好邻邦 中方将同朝方加强沟通合作 维护朝鲜半岛和本地区的和平稳定 捍卫两国共同利益 本网今天发表两岸快评 文中指出 指向台独的利剑即将出窍 任何分裂势力都将无处遁形 大陆将依法有效遏制台独势力 嚣张气焰 维护两岸关系和平稳定 台独分裂势力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已然高悬 如果继续执迷不误 算总账的日子怕是不远了 无论是出台台独顽固分子清单 或者是承办台独专门立法 为的是打击那一小撮 兴风作浪的台独顽固分子 不会伤及普通的台湾民众 更不会影响两岸社会正常经贸合作 文化交流和社会往来 事实上 除台独乱源 互同胞福祉 促两岸和平互荣 这恰恰体现了大陆方面最大的善意 岛内将于12月18号举行四项投票 据清律智库台湾民意基金会26号公布的民调 反莱猪 珍爱藻礁 以及所谓公投榜大选 三岸同一票一面岛 重启和四岸也逆转为同一票领先 据台媒分析 若民进党当局无有效作为 四项投票将独令全数过关 该基金会董事长游英龙称 民进党当局届时将面临重大灾难性的政治冲击 宛如彗星撞地球 请看记者李宁的详细报道 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26号公布的最新民调 如果及时投票 在反莱猪投票部分 68.1%的台湾民众倾向投同一票 25.7%倾向投不同一票 珍爱藻礁方面 47.7%投同一票 29.6%不同一 在所谓公投榜大选方面 57.4%同一 34.2%不同一 在重启核四方面 46.7%同一 41.7%不同一 四大投票中 反莱猪互早交公投榜大选投票的同一比率 都获压倒性胜利 重启核四也形势逆转 同一票由落后转为领先五个百分点 游英龙表示 投票距今不到两个月 民进党当局若没有任何有效作为 四项投票将笃定全数过关 届时将面临重大灾难性的政治冲击 宛若彗星撞地球 中国国民党及台北市议员王洪威直言 四大投票就是对台行政机构和苏贞昌的不信任投票 他要问苏贞昌敢不敢拼上官位 投票通过就下台 四大投票案将引发蓝绿正面对决 随着投票日临近蓝绿全面冻起来 中国国民党26号决议 党主席朱立伦在本周六党代会将宣示 启动1218场接奖 全力迎战四大投票 据报道 中国国民党预定下周一展开首场宣讲 并进行夜宿凯道49天活动 未来也会分进合机 配合民间团体发起的秋冬活动 定调四项投票是对民进党当局的不信任投票 民进党决定重启全台超过白场的说明会 呼吁投下不同意票 蔡英文拟亲上火线 本周六将出席桃园市首场政策说明会 也会在今日的民进党中朝会上宣示态度 苏贞昌则称会率行政团队全台走透透 四大投票跨越能源、食品安全、环保等民生议题 在党内引发广泛关注 台湾中国时报评论文章指出 四项投票案的成败 直接挑战民进党当局的重大政策 不仅是蔡英文第二任期提前的期中考 一旦失利 是将卷起更大的政治风暴 文章称 若四大投票案通过 蔡英文必须找到戴罪羔羊 以免引火上身 而下台负责就是苏贞昌仅有的剩余价值 但苏贞昌下台 是将引爆其他派系竞逐所谓隔魁的权力 从而加速蔡英文的跛脚危机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 中国国民党党代会将于30号登场 今天的中常会将通过象征新任主席施政方针的 中国国民党政策纲领修正案 新任主席朱立伦版的正纲 以护台湾保民主拼未来重返执政为题 强化对当前台湾社会议题的关注 报道称在两岸路线部分 朱立伦将删除马英九时代的所谓不统不独不武的 三部文字 请继续看记者李宁的跟踪报道 据报道 在最受关注的两岸部分 朱立伦版的新政纲肯定当前大陆综合实力崛起 会延续过去党章正纲基础 坚持反对台独 并主张两岸应搁置争议 以求同遵义的精神 促进经贸自由化及民间社会力往来 正纲中提到中国国民党两岸路线过去基础 含2005年互联会达成的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 及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主政八年的基本方针 在九二共识务实基础上 开展两岸和平稳定发展 删除不统不独不武文字 不统不独不武 由马英九于200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期间提出 是马英九任内关于两岸关系的政治主张 并且写入中国国民党政纲 据岛内媒体消息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 被指控在三中与旧中央党不交易案中 建设中国国民党党产 是个触犯台湾地区所谓 证券交易法特别背信 非常规交易等罪 2018年被台北地检署起诉 台北地方法院今天审结 判决马英九等人无罪 详细内容请看记者李浩阳的报道 马英九随后通过其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 他感到非常欣慰 也感谢司法公正还他清白 声明指出 马英九在政坛多年 一向清廉自持 无论任何立场的民众 甚至政治上的对手 都肯定他的操守 这个判决符合人民认知 本案民进党追打多年 台北地检署也大动作办了很久 但结果是证明马英九的清白 没有一毛钱流入他的口袋 声明表示 台湾地区所谓最高法院检察署 特别侦查组已于2014年8月 以查无不法签结本案 台北地检署却用拼贴 罗织 入人于罪的方式 论述前后不一 只是想硬办马英九 声明呼吁 台湾人民应看清民进党当局 利用司法进行政治追杀的伎俩 未来 不管是年底的公投 2022年或2024年选举 用人民的力量让民进党下台 据报道 马英九2005年上任中国国民党主席后 为了在法定期限内 让中国国民党退出媒体经营 委托中投公司出售中市 中影 中广股份 及旧党部大楼 但被外界质疑 贱卖党产 涉嫌图利买方 据报道 民进党上台后 在2016年成立所谓 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 与多名律师再度告发 台北地检署重启调查 逆转起诉三中案 台北地方法院历经三年多审理 今天依审判 马英九无罪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头条的全部内容 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中国台湾网 也欢迎网友们 在中国台湾网头条号 抖音号 快手号 官方微博等评论区留言互动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